大家好歡迎收看《巴哈姆特電玩瘋》第 549 集 這集我們要帶給你滿滿的電玩盛世 E3 2021 線上展覽遊戲總集篇 包含了 Ubisoft Forward、 Square Enix、Xbox & Bethesda Games Showcase Nintendo Direct 各家遊戲廠商發表會所展示的重要遊戲新作 電玩瘋都整理好了 這集影片時間應該會是突破天際的長 讓我們趕快開始吧 微軟在今年 E3 期間舉辦的 Xbox & Bethesda Games Showcase 發表會活動可以說是火力全開 遊戲大作情報紛紛出籠 尤其是微軟重金收購的 Bethesda 也有發表全新作品 一個半小時的內容公布了許多 Xbox 獨佔或首發遊戲 微軟的 Xbox Game Pass 訂閱服務 更是收錄了許多讓你在發售當日就可以玩到的新遊戲 馬上就來看看電玩瘋為大家精選的 E3 2021 微軟發表會10 款必看重點 由 Bethesda Games Studio 親自操刀 早在 2018 年 E3 就公開的神秘大作 星空 Starfield 等了三年總算看到遊戲的實際面貌了 本作是 Bethesda 團隊睽違 25 年的全新 IP 玩家將以浩瀚的星際為舞台創造自己的角色 踏上一場解開人類最大秘密的冒險之旅 這將會是一款 RPG 遊戲 並使用自家的 Creation Engine 來研發 在今年 E3 宣傳影片中出現的槍械和太空船可以猜測 應該會有射擊和太空旅行的要素 還有出現一隻被稱為 VASCO 的機器人 根據製作人的說法 遊戲將會是一款星際版的無界天際 甚至將它戲稱為韓蘇洛模擬器 或許玩法意外的會很容易上手喔 星空 Starfield 已經正式確定 在 2022 年 11 月 11 日發售 究竟這款作品是否能夠達到以往 Bethesda 的高水準 就讓我們再等一年來揭曉吧 身為微軟旗下即時戰略金字老招牌 讓全球粉絲敲破好幾個碗 眾所矚目的世紀帝國正統第四部作品 不在這次微軟發表會上好好表現一下怎麼行 因此很有誠意的展出了全新預告影片 並揭露正式發售日期 幫大家信心喊話啦 由著名工作室 Relic Entertainment 領銜製作 有著更逼真的破壞場面和獨居特色的畫面風格 從系統到畫面全面革新的《世紀帝國4》 將讓玩家橫跨歐亞大陸 體驗八道文明的獨特之處 並選擇喜好的文明展開爭霸心業 以歷史為基礎 忠實還原各個文明的特色與特性 掌握並精通文明發展的關鍵 擴大自己的亡國版圖 組織強大的軍隊攻城掠地 藉此寫下屬於自己的爭霸史詩 《世紀帝國4》將在今年10 月 於 PC 平台強勢回歸 各位征服者們擦亮你的軍靴 踏上沙場一盞雄心壯志吧 讓我們告別古老優雅的英國 前進多彩多姿的墨西哥 全新一季的地平線即將在這裡有著最複雜地形 氣候最變化多端的美麗城市熱鬧展開 微軟旗下開放世界競速賽車遊戲 極限競速系列的最新作 極限競速地平線5 將讓玩家探索歷代以來最盛大的遊戲世界 歸功於次世代硬體、光線追蹤和最新採景技術 地平線5 的畫質將更上一層樓 從一望無際的沙漠、璀璨的海岸線 風光明媚的都市到生氣盎然的叢林 可以說每個角度幾乎和照片一樣極可亂真呢 遊戲架構承襲前作所有要素大幅改良 全新的地平線故事將會讓玩家遇見形形色色的新人物 並駕馭數百種車輛征服一連串的任務 重點是咱們扮演的主角不僅一樣能夠自訂打扮 這次終於會開金口說話了 在廣大的遊戲世界探索並挖掘新的潛力賽事 並隨時隨地無接縫遷入多人遊戲戰局 和全球玩家參與即時活動 從賽事、甩尾、特技挑戰 到像是合力擊破所有Pinata 紙玩偶 或是挑選地點跳入競賽 或是大逃殺淘汰賽一同較勁 另外在地平線4 後續更新加入的特技關卡編輯系統 在本作也沒有缺席 不僅一口氣新增百樣道具和設備 還大幅強化系統 讓玩家可以更自由的編輯 創造各式各樣的創意競速和挑戰 迫不及待想要跳入本作的封面車輛 Mercedes-Benz AMG Project 1 展開跨世代的競速饗宴了嗎 極限競速地平線5 邀請玩家今年11 月清零墨西哥 開拓有史以來最熱鬧的競速嘉年華 在今年4 月舉行Alpha 測試 讓許多老玩家相當期待的暗黑破壞神2 御火重生 在 Xbox & Bethesda Games Showcase 中 正式公開了遊戲的上市日期 本作是暴雪旗下的經典大作 暗黑破壞神2 的重製版 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劇情 以高畫質 3D 模組和不比 7.1 音效規格製作 還重新製作了長達 27 分鐘的過場動畫 玩家可以在聲光效果大幅提升的重製版中 盡情感受二代經典的遊戲體驗 為了方便玩家和增加懷舊感 遊戲支援畫平台共享精度 也支援一鍵切換新舊版畫質 還增加了更大容量的儲物箱和自動拾取 舊版的眾多經典音效也一如往常的保留了下來 絕對可以讓涅法雷姆們好好重溫當年的美好回憶 暗黑破壞神2 御火重生 預定將於今年 9 月 24 日正式發售 在 8 月還會再次展開公開測試 有興趣的玩家趕快去官網申請一下吧 原本預計與 Xbox Series X 跟 S 新主機 一同推出的最後一架無線 經過了一年的延期 各位玩家們是不是很想知道 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夠玩到 在 E3 Xbox & Bethesda Games Showcase 的發表會上 官方終於操定《最後一戰無線》 即將在今年節慶檔期推出 還確定了 Xbox Series X 版 將會支援 120fps 畫面輸出 同時公布了兩段全新影片 看來在《最後一戰無線》裡 士官長將會遇上前所未有的艱困挑戰 在第一段之前影片中 士官長一邊穿越太空船殘骸 一邊在太空中奮戰 接著遇見了一位與過去搭檔 Cortana 神似的新 AI 究竟這位新 AI 是什麼來頭 而 Cortana 又去了哪裡呢 真是令人相當好奇呢 另外《多人連線》也是最後一戰系列的重頭戲 除了豐富的武器和載具之外 新加入的Ghostsor 提供了更快節奏的刺激戰鬥 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大家 在發表會中微軟霸氣宣布 最後一戰無線的多人遊玩模式 將在遊戲上市時以免費遊玩服務的形式同步登場喔 趕快邀請你的朋友準備好XBOX 等到最後一戰無線上市就能夠一起戰得過癮啦 不久前在 EA 展前發表會公布的 《戰地風雲2042》首部預告片 裡面各種 BF3、BF4 的彩蛋 真的是讓老玩家興奮到爆炸 而在 Xbox & Bethesda Games Showcase 發表會上的實際展示更是令人驚艷 《戰地風雲2042》是 EA 旗下 最具人氣的第一人稱線上涉及遊戲年度新作 這代將帶玩家前進到2042年進未來的戰爭空間 讓超過百名玩家駕駛各式入空載具 在立體戰場中展開大戰 在本次 E3 的 Xbox 發表會上 秀出各種武器、載具 新增的勾手移動、飛鼠裝等等新裝備 更揭露了名為全面戰爭的實際玩法 全面戰爭結合了系列作中的征服和突破 兩種經典的模式 高達 128 名玩家 將可以在 PC 與次世代遊戲主機上同場競爭 藉由遊戲中優秀的物理機制 玩家能夠發揮出各種顛覆嘗試的玩法喔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戰鬥中 地圖會受到動態天氣系統影響 出現像龍捲風的天災、火箭升空等等超壯觀的世界事件 看到這裡玩家是不是覺得這對戰一定超嗨的呢 除了這個模式之外 EA 預計在 7 月還會更進一步公布 戰地風移 2042 更多其他對戰模式的消息 各位玩家們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囉 因為疫情多次延期的極地戰壕 6 在 E3 期間大量釋出新情報啦 繼 Ubisoft Forward 發表會上推出電影式預告片後 在 Xbox & Betheska Games Showcase 正式展出了實機遊玩影片 實機遊玩畫面中 秀出了主角在這次遊戲舞台 加勒比海熱帶天堂亞拉的遊擊隊生活 不僅劇情超鏘 還有好多神奇的武器可以使用 包括土製榴彈發射器 機車引擎機槍、坦克 還有最酷的多管火箭背包 而且還有新夥伴就是超級兇悍的鬥雞 看起來他是認真的想把人啄死啊 而在電影預告中 讓大家跟著主角丹尼·羅哈斯 一起回顧與大反派安東卡斯迪路的初次相遇 親眼見證這位獨裁者對於人民的冷血暴行 大家都知道超有特色的反派人物 一直是極地戰壕系列的特色 在六代計票DLC成為反派中 玩家竟然首度有機會能夠扮演系列中的壞蛋 包含三代的范斯、四代的貝根明 還有五代的勝負喬瑟夫 藉由Rogelite 類型的全新玩法 玩家將深入探索這些著名反派的內心世界 與各自的心魔戰鬥 了解他們一步步成為最終大頭目的心路歷程 三名角色不僅都有原班人馬飾演 更有符合各自風格的特殊戰鬥方式和處決技能喔 作為系列粉絲的你 是不是越來越期待十月要出的極地戰壕6了呢 由前《幻想水浮傳》系列團隊成功群眾募資4.8億日元 所打造的全新RPG遊戲《百英雄戰》 在E3 微軟發表會裡公布了重大消息 就是在遊戲上市第一天就要登上XBOX Game Pass 啦 這款集合玩家之力才能夠實現的RPG 描述在遍布了許多民族和文化的歐魯蘭恩大陸上 與超過100 名英雄展開關於魔導透鏡的壯烈戰爭 透過懷舊的點陣風格設計 結合美麗的3D背景打造出頗具特色的2.5D 風格 戰鬥也將採用熟悉的指令回合制 以及充滿動畫風格的戰鬥演出 呈現出大家心目中那正統的日式遊戲風味 絕對能夠滿足熱愛幻想水浮傳老玩家們的心 為了紀念募資大成功 官方宣布將會於2022 年先推出《百英雄傳崛起》 這部橫向卷軸風格的前傳遊戲 本篇《百英雄傳》則將於2023 年推出 就讓我們再等待一下吧 在E3 Xbox & Bethesda Games Showcase 發表會中 有款相當特別的遊戲新作《Replaced》 將在2022 年推出 點陣風格又非常精緻的畫面 配上迅力背景和光追效果 還有電影般的運鏡 打造出猶如銀翼殺手般的賽博龐克世界 這款不數一線大作效果的 2D 橫向卷軸動作遊戲 描述在核爆後的未來 社會被大公司掌控 人體器官交易順行 城市早已失序 主角正要潛入這座危機四伏的城市鳳凰城 面對狠角色們無止境的追殺 一身了得的飛貓腿 如同John Wick 上稱的好身手 將會是你在這趟旅程中 不可或缺的保命關鍵 Replaced 邀請玩家 踏入陰沉危險的未來世界 解開過去的謎團 而且如果你有Xbox Game Pass 的話 上市第一天就可以直接開來玩囉 之前就已經有謠言傳出 如今在發表會上正式揭曉 作為本次E3 微軟聯合發表會的壓軸 是由冤醉殺雞 《星際獵殺》團隊領先製作 主打多人合作對抗 第一人稱動作射擊遊戲 血色降臨 Red Bull 在美國馬賽追賽中的和平小鎮瑞德佛 因為吸血鬼肆虐變得殘破不堪 還狠毒的遮蔽了陽光 讓小鎮就此與世隔絕 於是由一群超能力倖存者決心為了小鎮挺身而出 我們可以支撐一人 或是與其他玩家組隊上場獵殺吸血鬼 豐富多元的英雄有著不同的能力 像是可以隱形或是產生特殊魔法子彈等等 嘗試與朋友搭配組合不同英雄發揮潛能 合力對抗吸血鬼大軍以及墮落的結教徒吧 結合奇幻、槍械以及默認元素與一身的血色降臨 將於明年夏天展開拯救小鎮大作陣 面對要素多到滿出來的首發預告 你是不是有點興趣了啊 從今年E3 的這一場 Xbox & Bethesda Games Showcase 可以看得出來微軟搶攻遊戲數量的企圖心 發表這麼多新遊戲 絕大部分都可以透過Xbox Game Pass 訂閱服務直接遊玩 不用額外花錢 這招真的是馬上擁獲許多玩家的心 接下來其他家機平台會怎麼應戰呢 真的是令人很好奇啊 電玩瘋之前也整理了 E3 展前發表會實加一款重要遊戲情報 記得點開片尾的影片觀看 接下來我們還會帶來更多E3 的整理情報 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電玩瘋頻道喔 今年E3 展期最後一場大型發表會 Mintanto Direct E3 2021 熱鬧登場 任天堂在這場發表會中 再次展現他們強大的自家遊戲陣容 並拉著合作廠商一起抬高了Switch的熱度 發表了超多款讓大家想要趕快玩到的新作 而日本發表會和美國發表會的內容有所不同 兩邊以下次發表了超多強作 不知道該怎麼看取嗎 異玩瘋幫你手刀整理好了 馬上來看E3 2021 任天堂發表會 十款重點遊戲 以壓倒性的遊戲體驗 打造出Switch的黃金時代 那款大家敲碗了好幾年 薩爾達傳說曠野之習續篇 終於在今年E3 Nintendo Direct 發表會上帶來了更多實際畫面 這次影片一開始就看到海拉魯王國又再度陷入了危機 不只是薩爾達墜入萬丈深淵 主角林克的右手也被黑暗力量所纏繞 他必須在危機四伏的情況下前往天空浮島 再度踏上拯救薩爾達公主的冒險旅程 為了彌補戰力 這次林克將裝上擁有古代之力的護手 這個護手還能夠發揮比西卡支持更強的時間回溯能力 還可以噴出火焰與穿牆的特殊能力 絕對會有比前作更自由更有趣的開放世界等著你來體驗 至於影片最後高高浮起的城堡中 又有什麼樣的危機等著林克去克服呢 就讓我們近代2022年遊戲上市後來揭曉吧 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會重回玩家眼前的日式恐怖遊戲 在今年E3 任天堂發表會中公布 《林如鴨之巫女 正式復活囉》 遊戲是以2014 年9 月推出的 Wii U 版 所改良製作的高畫質 Remastered 版 三位目的不同的主角來到死傷無數的日上山 拿起玩家們都很熟悉的攝影機 想辦法從邪惡的儀式逃脫 並擊退各式各樣的怨靈 遊戲還追加了新服裝 以及可以自由配置角色、靈與姿勢來拍照的拍照模式 而當年應用 Wii U Gamepad 來充當照相機的特色 如今會配合平台而做出改變 本作預計在2021 年內正式上市 想要靈系列復活繼續推出新作的玩家們 一定要買好買滿大力支持製作團隊喔 沒想到在以歐美玩家為面向的E3 電玩展期間 居然會跑出超級機器人大戰的最新預告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啊 這次的新作標題是超級機器人大戰30 也是今年超級機器人大戰30周年的紀念作品 不過現在釋出的情報非常的少 只知道有超電磁機器人恐怕特拉V 劇場版無敵鐵金剛 Infinity 機動戰士ZETA鋼彈 勇者王我王凱牙FINAL 曾蓋特機器人世界最後之日 還有Cold Gears 反叛的魯魯修以上這些作品三陣 遊戲世界觀和系統一切都還是未知 只有確定將會在今年內推出 就讓我們期待後續情報揭曉吧 在今年E3 Nintendo Direct 8 表揮中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的邀請函 終於公布了新的得主 那就是來自萬代南夢宮知名格鬥遊戲 鐵拳系列的三島一八 這次加入的三島一八是鐵拳系列的主角之一 它可以使用熟悉的三島家空手道 鐵拳系列特有的高硬直攻擊 以及Backdash 系統 透過難以逃脫的連段和強悍的位移能力來痛扁對手 招牌的惡魔基因也沒有缺席 雖然惡魔化的機制還不清楚該怎麼運作 但看似可以透過類似Tirei或是Joker 的機制 來獲得在招式間加入惡魔化的能力 並使出光線技或威力更強的招式 還可以藉由惡魔化來獲得二段跳的回場技能 相信這個能力到時候一定會變成勝負的關鍵吧 三島一八即將在下一代 DLC 加入大亂鬥 在這之前 6 月 28 日 將公開櫻井製作人的性能示範教學 有興趣的玩家趕快把 Pass 埋起來 準備好一些把對手丟下熊搖吧 不過卡比是丟不下去的喔 驚喜不斷的 E3 明天都 Direct 8 表會中 也公開了任天堂招牌的派對遊戲 瑪六派對系列新作 瑪六派對超級巨星 這是以過去 N64 版的瑪六派對 其中的 5 款棋盤遊戲為基礎 重新打造的雙六遊戲 威責很簡單 只要比任何對手更快收集到最多的星星 就是冠軍啦 而且超級巨星裡面收錄的小遊戲 是從歷代瑪利歐派對中精心挑選出的 100 款經典遊戲 絕對能夠讓玩家們在家玩到欲罷不能 為了方便遊玩 這代無論是使用 Switch Pro 搖桿 Joy-Con 甚至是 Switch Lite Switch 的所有控制器都可以最硬 除了離線多人模式 也保留了線上對戰與同樂的功能 更能夠在遊戲途中保存進度 等到下一次聚會直接開機 繼續狂歡 真的是很方便耶 瑪六派對超級巨星 將在 10 月 29 日推出 如果手邊還有任天堂遊戲 遊戲兌換卻沒有用的朋友 可以考慮來兌換這一款 絕對不會吃虧的喔 兩年前任天堂宣布要將開發中的 Metroid Prime 4 專案取消 整個打掉重練後 薩姆斯的新冒險就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 才會再出現在我們面前 沒想到 E3 2021 的任天堂發表會 突襲式的揭露了全新作品 《密特羅德生存恐懼》 《Metroid Dread》 要讓這個類銀河戰士惡魔城玩法的開山鼻祖 玩法回歸原點 打造出睽違十九年不見的2D橫向卷軸動作遊戲 遊戲以探索和恐懼為主軸 直角薩姆斯前往調查神秘生物X時 等待在他面前的卻是前所未見的恐懼以及威脅 影片裡製作人版本賀勇的解說中 透露了新作《生存恐懼》 將世紀初代《密特羅德》到融合之後 睽違多年的新篇章 結合了先前與《Mercury Steam》合作的經驗 將實現歷代因為技術緣故無法達成的要素 例如這次的新作加入了1mmi 這個幾乎不死又強大的失礦之瀉體 因為手上的槍械對它毫無作用 因此玩家必須想辦法繞開 或是利用障礙物 逆中迷財等手段來躲避威脅 為新作加入了類似恐怖生存的新體驗 不過這可不代表系列核心玩法以此走樣 流暢的動作爽快的射擊 以及在各種密道鑽來鑽去的要素 不僅全部現在還更加進化 全新的滑行能夠輕鬆跨越障礙 殺得敵人措手不及 蜘蛛爬行能讓薩姆斯突破特定地形 讓玩家在立抗威脅的同時 獲得更多探索的樂趣 回歸原點也不含新意的 蜜特羅的生存恐懼 將在今年10 月正式與大家見面 至於當初的蜜特羅的 Prime 4 計畫 並沒有取消喔 目前還在開發當中 薩姆斯的新旅程才正要展開 多年的等待是值得的啊 好久不見啦 瓦利歐大叔 幾乎是這幾代任天堂主機必出的瓦利歐製造 這回登上Switch的新作要帶來多達200 款的小遊戲 每款都延續了系列無裡頭又意想天開的精神 考驗玩家的不只是聯想力 更考驗你的反應 遊戲中玩家能操作瓦利歐大叔 以及眾多各具特色的熟面孔 參與這場小遊戲嘉年華 這些角色各自有著不同特性和能力 即使是同一款遊戲 給不同角色來玩或許會有不一樣的效果喔 不只是強勢回歸 這代還引進全新的多元要素 而且還有中文化 想必又是一款家家必備的同樂強作 真期待9 月 10 號遊戲的發售 在 2017 年 Switch 初期宣傳發表就公開的真女神轉生物 經過了 4 年多 終於終於在今年 E3 Nintendo Direct 中 確定會在今年 11 月 11 日上市了 採用 Unreal Engine 4 開發的五代 舞台設定在現代的東京 某天通往異界的通道被開啟 惡魔湧現 東京化為一片廢墟 就在主角陷入圍籍時 你一般的男子出現與主角合體 成為了競技的存在 創皮 看到這邊好多設定都和三代四層兇四 難道這兩代之間有關聯嗎 這代角色設定由女神系列的美術設計老匠 讓土地政治擔當 承襲經典金底馬老師設計之外 加入了不少自己的特色 許多惡魔變得更萌更帥氣了呢 系統也承襲過往 出招如果能夠成功擊中弱點 將會增加一次行動點數 戰鬥中看到哪個喜歡的惡魔就開口談談吧 如果抓到她的喜好聊開了 還能夠帶上她一起旅行囉 當然也可以帶去和惡魔合體變成更強力的隊友 在法治神與混沌惡魔不斷征戰的狀況下 主角得要探索世界變成這樣的謎底 想必之後一定會變成打破勢力平衡的存在 不過說真的 這代最大的謎題應該是 為什麼兩個帥哥合體會變成這麼可愛的男孩子啊 去年發售的薩爾達無雙災厄體系錄 將了好久的DLC在今年E3任天堂的發表會中 終於公布第一彈古代的古動的詳細內容啦 首先新增的角色是歷代的守護者 玩家將可以操作這個原作中熟悉的強敵 用招牌的光線技橫掃千軍 至於主角林克則增加了新武器蓮家 蓮家擁有相當長的射程 還可以甩出衝擊波或將自己勾向前方 玩家可以用這把新武器 在全新的任務中接受更困難的挑戰 而薩爾達的新武器居然是大師機車 用這個經典做齊來當武器 說不定會比彈丁還猛呢 DLC古代的古動預計將在6月18日正式上架 想要玩到守護者的玩家趕快把片子找出來 準備重回滿身都是小兵的另外一個海拉魯王國吧 E3 展前兩個月開始就謠言不斷 眾家媒體各種通靈的任天堂新主機 終於姍姍來遲了 在這次E3 Nintendo Direct 中 任天堂登出的新主機 就是結合經典掌機和經典名作 Game & Watch 薩爾達傳說 結合了Game & Watch 和薩爾達傳說而成的這台懷舊復刻產品 以薩爾達傳說經典的墨綠配色塗裝重新包裝的Game & Watch 主機內將授錄四款經典的薩爾達遊戲 包含了初代的薩爾達傳說、林克的冒險、夢見島 還有將角色變更為林克的Game & Watch 經典遊戲改版打地鼠 此外主機還加載可遊玩的薩爾達時鐘 和薩爾達碼表兩種特殊功能 看到這邊粉絲們還別衝動急著把錢掏出來 定價為5480日元的Game & Watch 薩爾達傳說 預定在11月12日才會推出 就看預購什麼時候開放 快把我的錢錢都拿走吧 看完了電玩瘋的整理報導 大家是不是發現Switch今後也是強作不斷 除了影片說的10款之外 還有實況野球軍口袋版R 槍彈辯駁三重包 七龍珠Z 卡卡洛特加新執行片 薩爾達傳說 御天之劍 HD 好多遊戲看起來都很令人期待 雖然沒有發表傳聞中的新主機 但看起來Switch 接下來還會佔據你家客廳 好一段時間喔 在2012E3展前就有各種謠言流竄 將由兩大知名團隊聯手打造的FF 新作 在SquareMX的E3直播發表會上真的公開啦 天堂陌生人 Final Fantasy 起源 是由系列老將野村哲也和野島一城禮軍 由光榮最擅長動作遊戲的 Tim Ninja 聯手打造的全新作品 在這支首度曝光的宣傳影片中 揭露了遊戲有著類似人亡的動作風格 主角傑克和他的夥伴艾希和傑德 有著打敗 Chaos 的決心 打開了混沌神片的大門 可以藉由切換角色來操作各式各樣的武器 魔法以及充滿魄力的終結劑 還有協助作戰、解謎闖關等要素 可以收集一款全新感覺的Final Fantasy 遊戲中關於光之戰士的情報 以及BOSS 加蘭德的名字 看起來就是在暗示這款遊戲 與Final Fantasy 初代的世界觀有關係 天堂陌生人 Final Fantasy 起源 預計在2022 年推出 而且幾日起自 6 月 24 日 都可以在 PS5 上下載試玩版喔 玩家們可以親自來體驗看看 這款有著 Final Fantasy 系列世界觀 玩法類似人亡的動作遊戲喔 由 Square Enix 與白金工作室聯手出擊 耗時多年開發 主打多人合作連線的完全新作 巴比倫敦隱落 Babylon's Fall 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後 終於公開了新的預告影片 結合了少見獨到的油畫風格 以及白金工作室招牌的動作系統 扮演身負機關名為邵氏的戰士們 目標是攻略作為本作核心的巴比倫巨塔 巨塔內的挑戰可不只那些看起來潮到出水的怪物 隨著伸入迎接來的各種機關也是不容小覷 刷怪的同時得要小心你的腳下 戰鬥系統很有趣的是 除了一開始裝備的兩手武器之外 根據本作製作人的說法 搭配機關的機能還能夠再多搭兩把武器 也就是說每一次玩家最多能帶四把武器 不怕你帶好帶滿就怕你帶錯武器 善用該機能配合情境作戰也將會是重點之一唷 既然有連線共鬥要素大家最關心的 想必是售後服務的問題了吧 別擔心官方規劃上市後 將會有一連串的模式和內容更新 特別是新模式將採用免費提供 官方還宣布巴比倫的隱落 除了一開始公布的PC PS4 版本 也確定將會追加 PS5 版本 並在未來展開 BETA 測試喔 繼漫威復仇者之後 Square Enix 旗下的 Adels Montreal 再度與 Marvel Entertainment 聯繫合作 推出漫威超級英雄漫畫改訂遊戲 漫威《星際義工隊》 遊戲的時間點回到星際義工隊剛成立不久 在一顆星球上搞出了一個天大的麻煩 新決意行人將熱熱鬧鬧的橫跨各個星系 想辦法挽回錯誤 在旅程中培養彼此的羈絆 玩法方面將會是一款崭新的第三人稱動作冒險遊戲 除了觀賞星際異攻隊成員嘴炮度滿點的對話之外 遊戲還會有劇情分支選項 將故事導向不同的方向 對話似乎還會影響到成員間的好感度喔 戰鬥方面玩家將操控主角星爵 使用元素槍和噴射靴等道具來戰鬥 還可以邊下達指令要求火箭、諾摩拉、德克斯和Groot 等四位隊員與你並肩作戰 每位成員都有不同的專屬技能 在搭配技能觸發時的QTE 可以一同打出一場華麗訓爛的戰鬥 戰鬥中星爵還可以拿出他的隨身屏 播放音樂進入強化階段 雖然不能像電影那樣尬舞 但可以大幅減短噴射靴和隊員技能的冷卻時間喔 漫威星際異攻隊預計在10月26日於各大平台上市 屆時另外一位成員可愛的螳螂女也會尬上一角 喜歡漫威的玩家不妨一起期待 精彩的嘴炮宇宙冒險之旅吧 今年E3 Ubisoft 發表會中 最出乎大家意料的消息 就是居然發表了阿凡達改編遊戲 阿凡達 潘朵拉 邊境 其實 Ubisoft 在四年前就已經宣布 會由全境封鎖團隊來開發阿凡達的新版改編遊戲 但之後就沒有消息 直到今年E3 才揭露了面貌 阿凡達 潘朵拉 邊境是一款嶄新的第一人稱動作冒險遊戲 玩家將扮演潘朵拉心上的那美人穿越西部邊境 探索充滿獨特生物的外星世界 擊退入侵美麗星球的資源開發總署 RDA 組織 雖然沒有公開具體的遊戲玩法 但宣傳影片中可以看到製作團隊 利用在全境封鎖中活躍的Snowdrop引擎 打造了身歷其境的美麗場景 夜裡客獸、迅雷異獸、高冠浩甲馬以及靈鳥 許多熟悉的潘朵拉生物都將出現在遊戲之中 玩家將可以依賴自己的雙腳探索 或是掏出弓箭、騎上坐騎 展開如電影般華麗的空戰 阿凡達 潘朵拉 邊境預計將於明年正式推出 當年大家都在猜說遊戲應該會比電影第二集早出 還真的說中啦 繼上一次合作 《瑪莉歐加瘋狂兔子王國之戰》大受好評後 Ubisoft 再度與任天堂合作發表最新作 《瑪莉歐加瘋狂兔子希望之心》 在這款奇蹟式的續作中 瑪莉歐和瘋狂兔子以及夥伴們 要來一場跨越星系之間的壯闊冒險 遊戲繼承了前作的戰略要素 這次還追加於瑪莉歐世界的星星奇可 合體後誕生出的新角色 Spark 以及新的英雄兔子羅傑塔 目前公布了九名英雄角色 各自都有獨特的技能讓你在戰場上可以確保優勢 協力跳躍、拋直、掩體這些動作 搭配上 Spark 帶來的全新力量 將能夠使出更猛烈的攻勢 像是火屬性的 Spark 似乎可以召喚隕石來攻擊對手 看起來真的超強的啦 瑪莉歐加瘋狂兔子希望之心 預計在2022年內正式發售 有興趣的玩家不妨先把一代拿出來複習一下吧 CAPCOM 在 E3 期間舉辦的現象直播節目中 宣布要退出大逆轉裁判系列合集 大逆轉裁判1&2 成不堂龍之介的冒險與覺悟 本作為曾在3DS 和手機平台上推出的大逆轉裁判 成不堂龍之介的冒險 以及大逆轉裁判2 成不堂龍之介的覺悟 HD 化並整合推出的合集版 以十九世紀明治時代的日本和倫敦作為舞台 描述成不堂龍之介作為律師的奮鬥史 遊戲加入了共同推理和陪審戰鬥兩種新系統 在共同推理中 龍之介必須助理和偵探展開多人推理 修正其中的錯誤 引導出確實又有說服力的結論 在陪審戰鬥的部分 玩家必須說服六位陪審員 陸續找出他們六人口中邏輯的盲點 並設法改變他們的想法 最終讓他們全部都認定被告無罪 大逆轉裁判1&2 預計在今年7月29日正式發售 有興趣的玩家不妨祈禱一下中文版的到來吧 雖然暫時還沒有大型DLC的計畫 但《魔物獵人 崛起》依然在《Captain E3》發表會中 陪著《魔物獵人 物語 2 破滅之一》 一起公開了6月和7月的聯動活動 與3.1 版更新內容 在6月18日 《魔物獵人 崛起》將會推出第一波 與《魔物獵人 物語 2 破滅之一》的聯動活動 玩家將可以在遊戲中藉由完成任務 取得隨從愛露外觀裝備生產所需的素材 來製作《月露》這支來自物語的超人氣愛露 接下來7月9日第二波合作內容 只要你持有《魔物獵人 物語 2 破滅之一》的遊戲存檔 就可以取得《獵人 外觀裝備 騎手裝備》 在即將到來的3.1 該版中 將會釋出多個全新的活動任務 而玩家只要通關後就可以拿到裝死 墨鏡以及新的貼圖還有各式各樣的獎勵 也包含了全新的付費語音和外觀裝備 各位獵人們趕快準備上線到《魔物獵人 崛起》 3.1 改版一起拿獎勵吧 由擅長說故事的黑曜石娛樂研發 大受好評的外太空角色扮演遊戲《天外世界》 在E3 2021 中也用惡搞的風格宣布要推出續作囉 預告片中出現了看起來相當壯闊的異星場景 以及充滿魄力的巨大怪物 還有拿著科幻槍枝裝備了噴射靴的高科技師兵 這一切讓遊戲看起來比前作更局規模 官方用類似誠實預告的風格 搭配戲虐的口氣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什麼都還沒有完成 這一切的展示都只是做高興的啦 不過至少確定《天外世界2》將會製作 或許到了明年E3 我們就可以看到遊戲的全貌囉 還記得要在2019年推出 以鼠疫為題材的動作深層遊戲瘟疫傳說嗎 如今這姐弟倆的故事看來將有新篇章了 於E3 微軟發表會上正式公布的瘟疫傳說 暗魂曲《Appleic Tale Requiem》將延續前作 描述 Amnesia 和 Hugo 姐弟倆 在鼠疫以及殘酷世界的威脅下 負責手段奔利求生的故事 在這次的預告片中也穿插了疑似姐弟倆過去的回憶 從姐姐手持的十字弓來看 究竟是代表手段上又有新的花招 還是暗示著這次劇情上的伏筆呢 這代系統上又有什麼新意 以及這次的鼠疫海 能不能達到更高一級的進階呢 本作預計將在2022年登場 希望這次能夠把前作的伏筆 以及為姐的謎題好好交代清楚啊 被視為惡靈勢力系列精神續作的合作射擊遊戲 疊血復仇 Back 4 Blood 在今年E3 微軟的發表會上 首次公開了PVP 對戰模式 和惡靈勢力系列的對戰模式相似 玩家雙方一邊扮演清掃者 另一邊扮演災變者展開攻防 當回合結束玩家雙方便會換邊繼續爭鬥 除了已經完整公布 各自有加成和輔助能力的八位清掃者之外 這回官方也一併公開了其中四種可以扮演的災變者 而每個災變者各有三種不同型態 例如力大無強的Ricker 就能變化像是會吐酸液或是自爆類型 Stinger 不僅能夠在牆上行動自如 還能夠變化成吐司以及發動偷襲的類型 有著其他右手結構的TOPBOY 不僅能夠一拳揍死清掃者 還自帶捕捉以及無鎖定連擊的效果 無論是災變者或是清掃者聯盟 卻能夠透過擊殺敵人獲得能力升級 隨著回合時間倒數 安全區域越縮越小的時限內 試著與隊友合作 並盡可能獲得升級增強戰力 撐到最後一刻吧 與好友攜手闖盪末日 或是跳入對戰來個史詩對決 疊血復仇即將於今年10月 與PC 與家用主機登場 現在就去官網登記8月展開的新一波BETA測試 再來決定要不要揪好友10月一同開戰吧 以媲美電影的高水準劇本 極具張力的演出 以及高互動系玩法文明的黑相機系列 三部曲最新作《揮冥界》 《House of Ashes》 將帶領玩家前進伊拉克羅斯山脈的陰影處 因為兩軍交戰不慎引發的地震 雙方跌落了藏有古代遺跡的無盡黑洞 失去對外聯絡又深陷未知領域的主角一行人 除了需要找出回家的路 還要小心在暗處埋伏的遠古生物 畢竟起床氣無處發洩的他們 當然想要找主角群們好好算帳 只是等待在主角面前的真相 將會比怪物或是遺跡更加的害人 要不顧他人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還是拋下恐懼以及立場 團結一心的面對威脅 就看玩家們你的選擇囉 可以待人遊玩也能夠 五名玩家合作同樂的黑相機《揮冥界》 即將於今年10 月22 日正式發售 如果沒有玩過前面兩部作品的玩家們 你的機會來囉 收錄三部曲的黑相機三部曲合集將同步發售 可以一次感受黑相機系列帶給你的恐懼喔 超級爽Game《影武者3》 在一季中釋出了全新史機遊玩預告 遊戲延續前作劇情 網絡和大蛇吉拉要再次出發冒險 追捕從勇士監牢放出的遠古巨龍 在這款遊戲中 絕對能夠滿足你的殺戮美學 考驗你的創意 場地周遭所有的陷阱都是你的武器 絞肉機、滾動的鴨路機、敵人身上的炸藥 都能夠讓你創造出華麗的血之花 還能夠利用鉤索上天下地 拔出50刀把敵人一刀兩斷 或是套出敵人身上的結晶當冰凍手榴彈 各種千奇百怪的殺法跟裝衛 簡直是有得拚啦 以超惡搞的風格 名震天下的雙點醫院系列 現在也要轉換跑道 開始經營請學校囉 雙點校園Two Point Campus 是搞笑風格和經營玩法為基礎 所打造的系列星座 玩家必須利用一系列充滿創意的自定義工具 打造你夢想中的大學 不只可以自由規劃決定各個設施的大小 還可以聘估各種腦袋有問題的員工 甚至可以設立魔法或騎士學院等奇奇怪怪的學科 進行各種神奇的活動 藉此觀察學生的互動 並刺激他們的學習潛力 也別忘了頻繁的開導你的學生 了解他們的需求和脾氣 建立更多的硬體或聘雇更多的專家 來滿足學生的需求 雙點校園預計在2022年內正式上架 喜歡雙點醫院的玩家 準備好了一起殘害國家未來的棟樑吧 喜歡騎車衝刺 滑雪經濟追求極限的朋友 經營一整名要悶爆了對吧 還好 Ubisoft 在 E3 發表了極限共和國的最新開發進度 讓我們的影頭稍微舒緩一下 延續前作極限編峰基本玩法 導入大量極限運動公園設施的極限共和國 有自行車 單板 雙板 滑雪 飛鼠樁和火箭飛鼠樁這些裝備可以玩 並且會更著重開發能夠多人一起遊玩的內容 從山景區可以前往社交區域極限山崎 這裡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極限玩家 可以在這兒購買裝備 簽訂贊助合約以及找朋友上山開滑 例如團隊競賽特技戰這部分 就是個六對六的競技模式 要與隊友合作使出各種特技獲得分數 假如戰術成功還能夠佔領高分加成的區塊 一口氣刷出高分 不過最好玩的模式還是根據真實活動設計 每個小時會在地圖上出現的大規模競速 這場瘋狂派對讓50名以上的玩家來個大混戰 賽道會混合不同地形進行 狀況非常多變 還會在各種運動項目之間切換 要在一團混亂之中搶到名次可是不容易的喔 極限共和國確認將在9 月2 日發售 也會展開BETA 測試活動 在還不能出國滑雪之前 就先在遊戲裡練練身手吧 真的能夠讓你學會彈吉他 在音樂圈名文俠爾的搖滾史密斯 在 Ubisoft Forward E3 發表會中宣布要推出最新續作 搖滾史密斯 Plus 是一款全平台 共通的互動式音樂學習遊戲 玩家將能夠藉由本作備受好評的滑軌式選譜 在各式平台上學習多達數萬首曲目的編曲、和弦 以及豐富的吉他知識 遊戲提供了大量的社群教學影片和各式輔助功能 好讓玩家能夠更快進入狀況 玩家還可以使用 Rocksmith Plus Connect 行動 App 提供的手機及麥克風技術 用吉他或電音樂器與擴音器進行演奏 此時 App 會自動收音 讓玩家隨時隨地 不用透過擴大器就能夠練習 真的是相當方便呢 另外還有首度出現的編曲 Rocksmith Workshop 玩家可以自由地將取得授權的曲目 或自製的編曲導入遊戲社群 支援功能齊全的編輯器 讓玩家能夠分享自己的心血結晶 搖滾史密斯 Plus PC 版 目前已經可以在北美 Ubisoft 申請封閉測試 主機板也預計將在 2021 年秋季正式登場 之後也會登上手機 如果你對學吉他有興趣 不妨去註冊一下 來驗證這款 App 的強大吧 由 Shutterworks 耗時多年開發 有著獨特賽入度風格 配樂清新療癒的動作冒險新作 Sable 公開了全新預告並宣布發售日期囉 主角莎貝為了完成自己的成人儀式 而踏上旅途 他透過特殊能力能滑翔在天際 或搭上浮空機車穿越各種地形和城鎮 幫助居民解決難題 學習獨自排出障礙解開謎題 唯有跨越這些 才是能夠獨當一面的最佳證明 在這場發掘自我的成長之旅終點 本代主角的究竟會是什麼呢 有著清新風格以及療癒音樂的冒險新作 Planet of Lana 敘述一名小女孩偶然遇見了 雲滾滾哭似小貓咪的神秘生物 他們就這樣結伴探索著五彩繽紛的星球 面對各式各樣的謎題 以及具有人工智慧的機械生物可不容易 機械生物每一次的行動都無法預料 挑戰的同時就一定要借助夥伴以及你的觀察力 好好動腦想想該如何突破難關 Planet of Lana 預計將在明年於PC以及XBOX平台發售 喜歡既療癒又帶點神秘風格的冒險遊戲嗎 將這款新作加進願望清單吧 屏住呼吸一槍斃命 使用狙擊槍帥氣的這張遠方的敵人解決 幾乎已經是射擊遊戲中不可或缺 也是最讓人熱血沸騰的鏡頭 以現代的狙擊社為主題 FPS 新作狙擊之王 幽靈戰士契約2 在日前推出 標榜超過1000公尺的超遠距離狙擊 和爽爆了的子彈時間擊殺 就是本作最大的賣點啦 玩家將化身為一名狙擊技術高超的傭兵 接受了新的契約 而來到了位於敘利亞邊界的爭端地帶 要憑藉一己之力 阻止在周邊地區肆虐的恐怖組織 這樣以一檔籤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就需要更缺密的計畫和高超槍法啦 遊戲中的地圖相當廣大 除了主線之外 地圖上還有許多支線可以挑戰 在戰鬥前玩家最好仔細觀察地形 尋找適合狙擊的制高點 還能夠巧妙利用吊車貨櫃等等可以破壞的物件 造成更大的破壞 單兵潛入配合高科技裝備 讓敵方誤以為是遭受大軍襲擊 當他們陷入一團混亂時 一槍直取指揮官腦袋 真的是太過癮囉 想要體驗狙擊手的浪漫 那麼你就千萬不能錯過這一款 狙擊之王 幽靈戰士 奇緣2 刀鋒戰神 Blade of Soul 是一款上速風格的橫向卷軸Rogelight 遊戲 目前在 Steam 上釋出四個關卡的搶先體驗版 遊戲中玩家扮演地下城市的反控軍 為了要對抗埃斯佩蘭莎的軍隊而展開冒險 在過程中危險程度會隨著時間變高 如何在最快的時間內闖關 就是最大的挑戰喔 關卡開始前可以選擇三種武器 玩家可以選擇順手的武器來遊玩 一旦遊戲開始後就不能更換 不過還是能夠透過補給來轉換火、雷、冰三種屬性攻擊 技能的屬性則是可以自由選擇 補給和花錢開箱也能夠得到50種以上的小道具 而每個關卡的分支點是能夠依據角色狀態 來決定下一關怎麼選喔 另外在反抗軍的鎖在地中 透過酒保來提升成員的好感 從中得到更多福利 像是購買優惠或是提升武器改造強度 這些都能夠讓下一次的挑戰更輕鬆 也因為Rogelite 遊戲就是要一條命拼到底 比起要打到拳破相當有挑戰性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一起搶先體驗 看看你的極限到哪裡吧 有一顆滿腔熱血的環保星 卻不知道該如何進行嗎 那就來緣起重生 Terra Nail 中 親手拯救大地吧 玩家將負責賦予一塊受污染的荒地 重新打造成綠於盎然的樂土 這是款資源掌控系的經營遊戲 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目標 首先要從進化大地開始 我們要建設鋒利發電器和毒素洗滌器 再蓋好灌溉器將土地染上綠色 還得要使用水利幫浦和鑽機製造河道 每一種建築都有特定的資源和地形需求 這麼複雜的過程一旦有什麼差錯 就要全盤重來 所以必須謹慎出手喔 當你略有所成之後 就該來加上濕地 花圖以及林地等地形 每一種地形會互相干擾 甚至鋪設林地前還得要放火燒掉大片的綠地 每一步都考驗著你分配資源的能力 成功的將三種地形鋪設完畢後 地圖上就會開始出現動物 這個時候就要用回收船拆除自己所有的造物 將富裕的土地還給這些生命 直到完全回收設備撤離之後 才算是真正的大功告成 雖然遊戲目前只有Demo版 但內容已經相當豐富 未來正式版還會有更多的地圖和天候系統 等等更複雜的要素 要當個地球超人可真不容易啊